我跟妳說團體真的 我要講詩話了 團體其實很難搞 我們再過四天會去練舞教室 要我來練一下 要去練舞是打架的 它不是我們這一團團 好 這個組合太特別 小薇薇 佳瑩 為我的婆婆怎麼那麼可愛 二線出插曲緩緩 特別邀請Energy的數位 深情對唱 配合歌曲想呈現的概念 MV還特別拉到恐龍博物館拍攝 沒有想到是我哥可以跟 那個博物館的恐龍的畫室做接 就是妳在戲裡面的那個情感 然後妳就穿越 你說花跪嗎 對 花跪時空旅人怪 然後遇到我這樣 喔 很難點想 那為什麼會這樣想 想要做這種故事 呈現方式 不然不知道要怎麼合理的 跟你一起出現在鏡頭的 而近期因為Energy 合體回歸歌壇的書尾 也用過來人的經驗 給予不慣窩心人活動中的 小衛部小肯定 我覺得這次好可能知道為什麼 就是妳們組團前就認識 喔 如果就是團員之間本身就是朋友 或是兄弟姐妹 然後再組在一起 那個革命情感會比 都不認識 然後硬抽 來得好 你說團體真的 我要講詩話了 團體其實很難搞 你看我們 我們那時候 我們就是20年前 其實我們也是大多年的時候 像阿滴會打POLO 換本來就是同學同學 還有另一個東西 如果一開始就有非常好的成績 我覺得妳們要非常珍惜 因為就是 不知道會不會繼續好下去 這是一個 還有就是妳可能會太得意了這樣 就是有可能會有一些那個初衷就忘了 我覺得初衷就是要有啦 要唸完初衷 唸完之後就唸高中 謝謝 因為加入團體之後 就是越來越多挑戰 他們現在就是 他現在武藝越來越競技 所以練武是一個 他的挑戰 我們再過四天會去練武教室 又會來練一下 要去練武師打架 他不是我們這一團隊 好 換去你了